大家好,我是中央大學助理研究員,我的名字叫林中逸 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最新炙熟可樂的一個彗星,叫做ISON彗星 那我們知道,當ISON彗星在今年1月到9月的時候,它的亮度增加的並不是很快 那這顆ISON彗星為什麼很特殊,是因為我們預期它會在最亮的地方大概是跟滿月的亮度一樣 但是由於這段時間它增量的亮度不是很快的話 那我們這個ISON彗星亮度就並不如我們預期這麼亮 但是在上個禮拜,也就是11月中旬的時候,這個ISON彗星突然變亮了 那變亮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圖這邊可以看到這個亮度持續的增加 除了亮度增加之外,它的彗尾也產生很明顯的變化 這是位於西班牙的ISON彗星的影像 那這是11月初的影像 那上個禮拜明顯的彗尾已經長得跟之前的不一樣 甚至有一些明顯的爆發 那這個爆發在我們的觀測當中也有偵測到 這是我們露林天文台利用40公分望遠鏡所拍攝到的影像 從11月11號到13號、14號、16號 明顯的我們從最左邊這張圖可以看到這個彗星的原始影像 那中間是我們處理過的影像 我們明顯看到說,匯核附近產生了一些有類似噴流的現象產生 那我們預期說,這些噴流在之前的彗星 我們曾經看到過,譬如說是1999S4這一顆彗星 那這個噴流的產生是因為它有可能是匯核分裂的情況 但是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找到匯核分裂的影像 於是我們再去看看影像 我們發現說,在上個星期 也就是11月14號爆發的時候 這顆彗星,ISON彗星剛好被CNE CNE強大的噴流所 從太陽噴出來的CNE所 經過ISON彗星 那我們推測,或許這個CNE就是造成彗星明顯變量的一個因素之一 那各位現在如果你要看ISON彗星的話 你可以從,這是東方的目前ISON彗星 它在東方的地平線大概五點的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它大概的位置 那它的位置其實不是很高 那它的位置是在四女座這邊 那如果你天氣晴朗的話 你記得往東邊的東方地平線上 你可以看到,先看到獅子座 然後在獅子座下面的一個處女座 那這就是ISON彗星 那這顆彗星目前在爆發之後 亮度還是持續增亮 所以在這個星期的星塵 星塵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蹤影 謝謝 一會兒